可以说是远远落在民事上面的交流之后 所以呢能够这个方面能够进行 推进这两军之间的对话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呢从这个两军之间的关系上面呢 还有一点他们所派来的这一个 中国的国防部派来的这一位大校呢 他是来自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国际合作司 他呢对于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呢 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他是负责协调对于南亚海啸的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对应的工作 另外呢还有就是也很协调了 就是在去年四川地震的时候 美国所对中国所采取的人道主义援助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很有经验 所以这个领域呢 我觉得合作的这个进展呢 会更加的迅速一些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的军队之间 那除此之外 我想双方呢都谈了他们对于核扩散 以及对于北韩的一些关切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听到他们有一些结果 比如说能够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战略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想在这个两国关系 在这个方面呢需要作为一个重点 相当的这个有趣啊 您刚才谈到这个与其说呢 在经济方面之合作 我们每个人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呢 可能是人们常常这个忽略 或者是说倾向于忽略 那么在这一次呢美中战略性的对话 合作层面上中国呢派出了军方的这个高层官员 那么对于这一点呢 您是可以说是不是非常乐观的来看待 中美之间的这个军方 在未来的这个合作呢 怎么说呢 我不会把这次派来的这一位代表 描述成为是特别高层的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 它是非常所谓功能性的 而且很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那所以当然开放了这合作的大门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相互的互信 和相互的理解 也希望能够增进相互对于对方的核心 国际利益的这种理解 当然有的时候在战略方面呢 还是有很多美中之间呢 不能够取得共识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台湾 美国在这方面呢 它的重点放在三个联合公报 以及对台关系法 而中国呢 希望把它的重点放在一个中国的原则 当然也有三个联合公报 当然所以这个领域呢 美国并不愿意停止对于台湾的军售 那么中国也说了 这个是我们两国关系当中 非常有困难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大家也愿意各自保持 各自分歧 愿意呢继续向前看 那么另外在人道主义援助这个方面 还有在这个对于海域的管理 以及防止海盗这方面呢 我想美国的军队很高兴 听到了中国对于亚丁湾的 这个海盗的问题的回应 中国也派了船只 去参加三个不同的行动 我们大家呢也感到非常满意 对于目前的合作的能力 对于他们的这种专业精神 感到非常的满意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 美国也很感激 欣赏中国的努力 也许这个方面呢 能够让我们把其他的一些领域呢 做到更上一层楼 可是在这个北海方面呢 我们看到还没有太大的进展 伊朗呢 我们也是重新重申了下各自的原则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呢 这个领域 我觉得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够做 比现在做到更多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中国在一方面做出任何的承诺 那么气变也是这次战略对话的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共同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这个是在对话的快结束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谅解备忘录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含糊的 双方也并没有承诺 要做一些具体的东西 他们还是泛泛地在谈 很多情况下呢 他们还是重申了一下 在布什政府的时候呢 和中国所达成的协议 他们只不过说要延续 目前已经延续 进行了好几年的对话 所以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 在能源和环境方面没有突破 但是他们继续愿意讨论 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个迹象 好的 唐安竹先生 那么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之一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直播的 时时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舟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首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取得了哪些成果 节目现场的嘉宾是 美国智库尼克松中心 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唐安竹 Andrew Thompson先生 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您的评论和见解 下面重复一次 听众观众参加节目讨论的 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好 您同时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的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唐安竹先生 那么刚才您非常详尽的 为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谈论了 美中这次在战略对话方面 主要是四个议题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 当然其中包括有一些方面 并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 但是在军事方面 可以说有一些迹象显示 双方在未来将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可以说是在实用方面 有更加密切的相互的工作在一起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您谈谈 在经济层面的对话方面 那么经济层面主要就是包括 像宏观经济 贸易差 主要是指的美方的贸易差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汇率 当然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以及知识产权问题 那么这个几个方面 这次谈话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我想您刚才已经列出了一些 在经济汇盘上面的一些重要点 当然是非常宏观的 他们看了很多广泛的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人民币的汇率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谈到 在会议上没有尝尽的谈到 我想美方可能很泛泛地谈过一次 但这个领域 美国并不想给中国施加太多的压力 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 可能变了一些 这个在国会和在白宫 并不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要点了 那么我想美国政府可以说变了 他们要处理的更大的问题还多得多 相比之下汇率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美国现在谈了一系列的议题 我想他们想要说服中国代表团的 关键性的一点就是 美国的经济现在从根本上进行了转变 现在有经济危机 可以说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那么消费者的行为变了 他们的储蓄率上升了 我们的资产的泡沫现在也已经破裂了 那么我们更有可能要 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进行过度的消费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隐形的一个讯息 传给中国 而且中国也要拉动内需 要促进国内的消费 不能再依靠向美国的出口来发展他们的经济了 那么在中国目前贸易占GDP的比例 大概是70%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的70%是来自于贸易 其中很多是向美国的出口 也就是我们的贸易逆差的一个核心 那现在这个太多了 在美国是13% 在全球来讲是30% 那么有些很多的国家 他们像墨西哥 他们还是能够维持这样的贸易量 他们也是非常依赖于对美的贸易的 那么他们的 从比例上来 在贸易对GDP的比例上来 和中国来讲很相似 但是它的总量要小得多 所以并没有很大的扭曲性 而且我们之间的贸易的壁垒要小得多 双方更开放得多 所以目前美国从很多程度上更授予于美墨之间的贸易 可是对中国来 中国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是开放它的市场 要降低它对美出口的依赖 那么美国现在也正在向中国施加交易的压力 希望它能长这个方向走 目前从经济的讨论对话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有形的成果 那么中国愿意要提交一份报告 来描述一下他们对于参加全球政府采购协议的上面 有些什么新的想法 在2001年中国入市的时候就已经承诺 愿意要努力争取加入这个协议 所以这个方面 中国如果能够采取更多的一些进展 能够参加这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协议的话 那么他们就能够增进对于美国的出口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好的明白了 唐安竹先生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